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众所周知,唐三是双生武魂,不过他并非是斗罗大陆第一个双生武魂 虽然双生武魂很罕见,但并非不能出现 只不过就算是大师与小刚,也不知道该如何去修炼双生武魂 之前就有一位双生武魂的魂师,在给第二武魂增加魂魂的时候,暴体而亡 这也导致大师不想让唐三轻易修炼好天锤 当然并不是所有拥有双生武魂的都会失败 武魂店教皇比比东,作为魂师界中第二个拥有双生武魂的人 他就能成功地为第二武魂添加魂魂 这也使他成为武魂店立即教皇中最强的存在 也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强者 作为双生武魂的拥有者,成功修炼的概率只有50% 为唐三苦恼的大师也曾找过比比东 但当年被大师抛下,反而追求自己的亲妹妹 这对事让比比东一直怀恨在心 则根玛如何突破双生武魂的弊端方法告诉大师 大师也只好无奈空手而归 大师虽然穷其一生研究武魂 但对于唐三如何突破双生武魂 大师也是束手无策 幸运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过去不劳不断突破自我创造奇迹的唐三 在蓝衣草觉醒成蓝衣皇后 体质发生了剧变 拥有了更加强患的躯体 不能不承认,这可能就是主角光芳吧 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能疑赖而解 不知道各位观看了这么久的《斗罗大陆》 喜欢里面的那位角色呢 好了,本期的视频大臣就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对今天的视频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再次再见